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专 看看这又是整啥呢 我的天呐 太黄眼了 我这个角度刚才 不是大坤 我的天 这真是不怕高啊 整啥呢 啊 整啥呢 给那个上海马哥按拓展太阳能 电动拓展太阳能 哎呦 经过咱们 这线挺多的 两天的制作 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 现在准备要那个接线 你上来呢 我上去啊 我就不上去来 没事 没事 相机上去吧 不行不行 我这不行 还嘛 没事 你来吧 我把这 没事 快来吧 我顶上不用路 上面就是咱们做好的 电动式拓展太阳能 两层 现在正在接线 那边那个车就是单层的加制央盆 那边那三台车都是单层的 那边两台车都是单层的 只有马哥这个是拓展式的 那是重庆正文大哥的车 也是单层的 没啥事 给你呢 你这让我上去真是 我先让你上来 就要老硬了 在上面那个 不行 我该上不了 我这个上 就是这样的提子 上一凳我就害怕了 马哥设计的是双层 三层的话 马哥感觉有点太高了 等会我拔着点 有人上架了 我俩这小架子 整个整张杆了 设计的是双层 一层是 600瓦 两层是1200瓦 然后设计两个单独的控制器 为什么不整三层呢 马哥不要三层 不要就不要吧 反正这个东西咱们 去年就开始 连设计 在施工 在制作 在研发吧 研发这词我轻易不用 轻易不用 但是确实也是 包括这个旅行材 是咱们自己开的母具挤出来的 对 通过视频之外 咱们其实默默做了好多事 有的时候展示 有的时候也不展示 有的朋友来才知道 对 就像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咱也不愁 也不说 需要通过视频去宣传 打开销路 马哥这个车 只要一出去之后 他肯定会到处跟人展示 对 来看看 这是从大坤那装呢 就算他不说 但他一打开 有人也得有人问 对对对 这个打开之后呢 面积能达到1200瓦 我刚才说到 面积能达到1200瓦 这个发电功率能达到1200瓦 一般人下去 你不能压张杆了 不能没事 我说的是这个这个两层 就单独控制 每一层都是单独控制 也就是电动那个缩过去之后 上面层也是发电的 这就是这个这个 他这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有一些厂家我们见过 装完之后 也不管两层三层 他那把收起来之后 是不发电的 那是为什么呢 就可能是他那个串帘 和并帘的方式有问题啊 然后必须全都伸开 也就平时你在跑高速的时候 或者开车的时候 他是发不了电的 这个问题 对问题咱们给他处理了一下 不算啥大问题 咱跟大家分享一下 防止有着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然后把那个线都接到一起 两根线下来之后 发现不发电 通过这事分享一下 我先不跟你说 我先先干了 干完之后 今天可能展示不上 我估计得下期视频 是吗 因为有个那个控制盒 那个 有一个那个那个 电动的控制盒没到 主要是我 我看你这有点害怕 这就有点像 哎呀呀 吓死我了 这就有点像 那个就像那个 小马凳似的 这边人下下马 那边就好张感 行了 我就感觉是那样的 你先别跟我说话了 我要干活了 那这期视频是不是有点短 才三分那种 这个咱们所有三个电弓师傅 谁在那吻我呢 吓我一跳 三个电弓师傅 回到了马哥 谢谢 马哥是不上镜 马哥不上镜 嗯 马哥不上镜可以录下他的背影 跟那儿呢 坐垃圾 我不上镜了 人家都知道了 知道吗 你不上镜 他们怎么知道呢 他认识你车 不认识你人 是不是 马哥这两句话 现在声音又上镜了 对 话说的非常有信服力 为啥呢 确实是上海口音 不是咱找个东北人冒充的 哈哈哈 行了 开活了 这两天给大家更新 视频更新的着实有点慢啊 为什么呢 真是一言难尽啊 暂时这期视频先不跟大家说了 晚上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台车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公共方车 老多人都在那个评论区问我了 还没完事 还没完事 这期视频就令大家简单的瞅一眼啊 具体的就不跟大家剧透了 然后这期视频就先这样 下期再见吧 拜拜